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月5号在北京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备受台商瞩目 为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动态 在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的组织下 数十位台商 台湾青年 集体收看开幕会直播 回顾2022年 大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实现了经济平稳运行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取得来之极为不易的新成就 展望未来前景 台商对在大陆的发展信心十足 政府在不管各个很多的产业里面 也不断地出台各个政策 所以我相信未来在大陆的发展的机遇里面 一定有我们台胞的机会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能趁着祖国发展的高速列车 让更多的台湾人能享受到红利 也让更多的台湾人在大陆落地生根 来自台湾新北的苏菲军 在厦门发展酒店餐饮业 已有十多年 新冠疫情期间 苏菲军申请将自己经营的台资酒店 列为定点隔离酒店 还多次组织台胞 参与维护核酸检测秩序等支援服务 今年初 随着大陆进入椅类仪馆常态化防控阶段 苏菲军所在的酒店也开始迎新纳客 春节以来 旅游市场迅速复苏回暖 让苏菲军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喜悦 整个开放了以后 我也感受到整个社会 他的生意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 尤其是在这三月春天来的时候 然后我也感觉到春回大帝 不管是餐饮业服务业 或者是其他的民生经济 应该是说整个社会经济的速度 一直在复苏 政府工作报告中 经济民生议题是台商们关注的焦点 不少深耕制造业领域多年的台企 正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转型升级 借力信息技术实现叠变 台商期待共享大陆数字化浪潮的机遇和红利 下面很多台商企业 在2022年也交了许多不错的成绩单 那在2023年呢 国家又希望能够在GDP方面能够成长5% 代表我们的信心 那希望能够在这么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国家依然保持定力稳定 在疫情的防控 在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的安全 国家继续推动 我想这就是给厦门台商 厦门台青 厦门更多的企业 在厦门这块土地 继续努力做好实业 继续努力做好经济发展 如今在厦门发展的台企6000多家 台商对厦门经济的贡献达到30%以上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连续7年组织台胞观看两会直播 当听到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观看直播的现场 掌声雷动 道出了在座台商们的心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